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攝影日常 那我們今天想要拍攝的東西呢 就有點像是東西飛在空中的感覺 就是懸空然後飄起來的感覺 那我們就先從物品架設開始 OK那我們就快速架好我們要拍攝的東西 那我們用紙膠帶跟大力膠就土砲的方式 把它黏到一個Boom杆上面 然後後面背景呢 我就用曬衣夾把這個白色背景布把它架起來 但是它有一點皺褶 但我想說沒差 因為我們待會應該會用70-200來拍攝 所以背景其實蠻模糊的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架一下相機吧 那我們就快速架好我們的相機 然後也夠好圖 那我們今天曝光的部分 我們想要玩一下有持續光跟閃光燈同時使用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要怎麼混合搭配吧 OK那大概就像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Red Bull瓶聲是會反光 而且是有點像鏡子的反光 所以外面長怎麼樣子 全部都會被反射進去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我們的柔光幕 直接把它包起來 就讓它不會有任何反光 是反到我們的環境當中 因為我們環境是還蠻亂七八糟的 而且有很多黑色的棒子 像燈架這種 我都用柔光幕把它包起來 所以我們的瓶子就有一個完美的反光 那我們上面閃光燈就直接接觸發器 然後就接一個機頂閃光燈 加上柔光照柔光的東西 然後小小的就是打上蓋那個一拉罐的地方 那我們相機下面放一盞Apure 300D Mark II 加上Fernel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很準確的控制我們的光線 只照到我們的柔光幕而已 那我們柔光幕就可以當一個非常非常大 柔和的大面積光源 所以看起來就會超漂亮 好啦 那我們就再微調一下 我們就可以開始拍攝了 OK那拍一拍又發現了一些問題 像是我們的燈角下面也都會反射 就是會有黑色的棒子在平身反射出來 所以我想說可以現場解決就把它解決掉 所以我就拿那個 反光版的那種布料 然後就把它放上來 然後裡面的柔光幕 我也再往下面延伸一點 就是連它的下面就都變白色 然後我們的背景部呢 因為很長很長 所以我也把背景部再延伸出來一點 就是不要讓燈角的下面出現在平身的線條裡面 Apure 300D Mark II 前面我又再加了一個四頁片 然後我就是遮擋下方的光線 讓光線不要照太多到下面去 就是下面如果太多的話 那個立體感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慢慢調整 但是如果沒有四頁片的話 就完全沒有辦法調整 它就光線照出去就是亂照 那我們剛剛又覺得那個光線不夠柔和 因為我們這個柔光幕 它應該是三分之一等級 就是最薄的那種柔光幕 那我想說 我們再更柔和的話 我們就是拿這種空光布 就是這種折疊空光布 在前面遮擋 讓它前面就是過了一個空光幕 然後再過柔光幕 讓光線兩倍的柔和 好啦 我們繼續拍攝吧 剛剛如果都用白光拍照的話都很平淡 所以我拿出我的南光燈棒 跟我的 Adam Cube RX-7 兩個彩色的燈 那我們一個是勾輪廓 一個是打下面的 有點是點綴 讓顏色 藍色這個藍色的顏色 延伸上去 所以就多一點點綴 好啦 那我們繼續拍 OK 那我們拍了幾個小時之後 終於拍到我覺得還不錯的作品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攝影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全部都是日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